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相信大家肯定在意的是它这个实战的体验怎么样 所以说鞋面啊这种各种部分我就快速的给大家预览一下 首先鞋面大面积就是这种网面 工程网面 它的唯一的交接点就是它前掌外侧有一个缝线 把两片拼在一起了 其实是一片 那么前面整个鞋面就是一个大的部分 然后往后走到那侧部分呢 有一个这种人造格的内侧缝合的加强条 上面有阿迪达斯这种热压的刚硬的logo 再往后走呢就是看到它这个内侧的脚踝包裹部分 其实造型呢跟MakiBoost的高帮一模一样 只不过MakiBoost高帮上面分了两种材质 而这双Problance Madness 2019呢就是在内侧部分有一种这种摸起来像什么 弹幕告诉我 什么内衬的质感 再往下按看一下这个TPU的高度只有一截手指多一点点的高度 其实这个高度是有点低的 它结束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脚踝包裹处开始的点 再往外面走 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这个压腹条 外侧稳定的压腹条 外侧稳定的压腹条 那么在这个设计元素当中很多鞋都有 包括这一双DAMP5 利亚德5代 但是我觉得这个造型是我在阿迪达斯这个设计元素这么多鞋 它里面还是做一些小细节的 像这个中底部分有种横斜向的条 在鞋面部分你也有 然后在前面印了一个阿迪 然后应该是一个经纬坐标之类的数字编码 然后再往上说 说到它的鞋面的上端部分 鞋舌才真的跟鞋面一模一样 但是我探一下的话 它在前掌部分是有一个半掌内靴的 应该能提升这部分的包裹感 鞋带孔是一共有8个 高帮鞋的专属配置对吧 不多也不少 然后就是它这个专属身份的1122 这个是纽约布鲁克林设计工作室阿迪达斯 那个设计工作室创意工厂的区号 所以说在这张鞋上得到比较淋漓尽致的体现 就非常的起目对吧 但是在其他的鞋款当中 像后面跟大家说的 它都是比较隐喻的坐在鞋的身上 然后上面有这种填充 包括里边也有填充 来看一下 还有一点忘了说 就是它鞋带的头胸 是这种 骚紫色的鞋带头 还是这种 特意包里层紫色的外壳 这个就透露了设计师 这种小骚骚的内心 然后在那这部分呢 其实是我觉得 这种鞋最大胆的地方 全部都是这种布鲁克林像地铁图一样 看过那个全明星 对吧 布鲁克林全明星的朋友应该有印象 纽约布鲁克林的标志 就是这些错综交错的地铁图的一个缩影 然后在里边呢 印了一个标语的贴纸 上面有 Designing Brooklyn for game day and any day 算是这个工作室的一个slogan 就是全天候比赛设计 对吧 那么接下来看看它的中底 中底呢 ProBounce Madness 2019自然而然 肯定是Bounce中底 对吧 它用boost就完全不对了 然后上面涂了这种彩色的涂装 然后上面的涂胶其实也是有点溢出 包括像这个外侧的稳定片 然后在后跟部分呢 做了这种斜向的纹路 做了一些这种装饰吧 但是它的手感摁上去呢 我觉得是比ProBounce 2018 那种第一棒的黑白配色 要硬一点的 然后再看到外底 外底呢 只在我们的斜的部分做了上包 把纹路做上来了 但是它内侧啊 包括后面 然后外面 都是没有做纹路的上翻 这一点我真的要diss一下 就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对吧 然后主要的纹路呢 其实跟Macibus的N3XTL 像蒂拉德5都是同一个设计元素 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跟大家慢慢说来 我们在正向看的话 感觉就是整体的一板纹路对吧 然后外侧呢 是这种竖向的Z字纹 提供这种很像的抓地力 然后其他地方全是这种比较细密 纹路也比较小的一种 很像的Z字纹 提供这种正向的抓地力 但是它的前掌部分呢 做了两个镂空 一个是区分这个内外侧的这个 竖条上面有个Adas的logo 然后在那次部分 我们肯定用转身啊这种 用的比较多部分 它做了一个内凹 把纹路做下去了 提升这部分的抓地力 然后后边部分呢 有一个凹槽 像那个岛屿槽一样的 跟Macibus上面基本上一样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后跟部分 还有个内线 把纹路压到里面去了 然后等于说也是后跟转身 做一个这种辅助吧 我可能是这么想的 但是还要打起来就知道 整体还是这个外底 看上去还是有点小骚气的 就是正面看是这样 但你侧面还发现 远近高低各不同 横看层领侧 对吧 然后看看它的靠扭 靠扭呢 它其实整个鞋身最细的就是这部分 看看啊 靠扭其实还行 它应该也是相同的靠扭片 但是在这个PS里面 我看不到靠扭片 它扭动的话还是前掌 作为弯折的主要的点 好了 那么这双鞋的一个开箱速软就到这儿 接下来就是进入大家最期待的实战体验部分 Let's go去球场 试一下这双Probounce Madness 2019 它的实战体验到底是如何的 走起来 这双Probounce Madness 2019 踹上脚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包裹还不错 其实这个鞋面 它里边填充是挺好的 而且它有这个半掌内靴 整体的包裹感还不错 那么穿上脚 还有个给我比较深的印象 就是它后跟部分这个海绵填充 这个填充条的思路呢 跟Makips D邦 以及Lila的5上面的一个 填充条的整体思路是一样的 这个感觉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你才能够觉得 这个包裹感觉还可以 那么另一点就是这双鞋 穿上脚上 其实给我的感觉是 给我的感觉是 它其实没有Probounce 上了18来那么帅气 整体看起来 尤其是搭配这种高棒的袜子 看起来很像复古的鞋款 没有说18那种比较流线型的造型 包括那种前后分离式的 Bounce大底 那种视觉冲击感来的强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外露的 TPU抗扭条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19上面 我觉得颜值是不如18的 当然说这个鞋舌啊 包括鞋各方面的包裹感觉 还是比较相似的 那么说到它打起球来 对吧运动一下 稍微热热身 感觉这个鞋里的扎堆是不错的 比起18来说 我个人主观感觉上 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的 这个后面给大家闷闷到来 然后直接打起来 感觉这个鞋面 整体的一个刚性 包括它的一个柔软度 填充感都还不错 但是有一点跟18是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内侧部分呢 其实是全部都是软的 大家看我捏起来就是软塌塌的 它这一部分 多压附的皮革呢 只能够起到一定小小的支撑作用 其实不如18上面这个 类似于Hard 2的Forge Viper 它隐藏了很多刚性的线的鞋面当中 然后增加不同部位的强度 来得那么好 然后它同样也做了相对应的设计 像刚才刚才讲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 这个跟加农泡一样的 这个外侧的加副条 外侧加副条呢 在变相波会计运动感觉中 确实能够感觉 它在给你的脚部的外侧提供一个支撑 这个是能明显的感觉 但是它内侧呢 相对来说 就过于的有点软了 就造成两边的脚感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前端部分呢 在我变相过程中 可以看到它的鞋面 当我在踩住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的鞋面部分 是会相对应的爆出来一点 但是这个又不至于发生这种侧翻的风险 但是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当我急停杀柱 包括做一些运动当中的急停的时候 我能够感觉到我的前掌跟鞋之间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位移 这个感觉呢不是很好 还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它这个鞋身最起的部分 是出现在这个足弓部分的 所以说当我踩住 包括运动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外掌上翻的感觉 就是整个鞋底这一边是翘起来的 在这个镜头当中可以看到 踩住包括灯地启动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这边的整个外底 是会稍微的翻出来的 而不是仅仅的贴住地面的 这也跟它的侧身抗扭是有一定关系的 当然这个没有对我造成太多的困扰 那么Pro Bounce顾名思义 可能是Bounce鞋款当中一个比较Pro 对吧高配版本的存在 那么这一次它的中底其实没有让我失望 跟E8款呢是有一点区别 但是区别是来自于几个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场地感 我觉得会比E8相对是好一点 一个呢是它前面的整体的缓震 是比较柔和的 就是有一种软软热热的感觉 像一个牛筋一样的 踩到地面上又不乏这种 力与力之间的传递的直接性 然后落地的话呢 又能感觉到它在吸震的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总效果和作用的 这个前掌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然后就是它的后掌 后掌呢其实我刚开箱捏的时候 觉得挺硬 但是实际踩起来和落地的话 踩起来它的形变是要比较大的 落地的话吸震不是那么好 但是你直接用后跟蹬地的话 还是能够用肉眼看它一个 比较明显的形变 这个是能够给我带来一个 比较不错的感受的 内侧部分呢是全开放式的 外侧部分呢有一个 这个跟鞋身结合的象牙条 提升了外侧的强度对吧 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溃缩 能够提升外部的刚性 同时呢又能把内部的这种释放 整个冲击力的感觉给它打开 这个设计呢还是不错的 有点哈登的意思是吧 整个埃杂斯在对待中底缓震材料形变 或者不同区域的一个强度方面 还是有自己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的 包括这个对吧 又好看又照顾了这个鞋面和中底 这种形变强度的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设计上的智慧所在吧 那么接下来说它外底 外底的纹路和抓地力表现 其实相对于E8来说 是有一个长足的进步的 可以看到在我吉田曼座的时候 我的整个力是先踩到内侧 然后力有一个传递到外侧 到外侧部分是完全杀柱的 就得益于它这个 埃杂斯最近外底设计 一个比较标志性的 或者家族式的一个造型吧 就是它的外侧是树向的人字纹 说到喜欢的点肯定有吐槽点对吧 吐槽点是在于它内侧 其实没有做稳住的双翻 这个是我在做很多鞋的时候 经常说到一点 就是可以看两个镜头 一个镜头就是我 斜向45度往下蹬地做一个景点的时候 它内侧是会有个侧滑现象的 纹路没有做到中底上面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专门拍吉田的时候 我整只脚内侧踩到地上 有一个很严重的侧滑 当然说这还好不是在实战当中 如果在实战当中可能我动作再大一点 直接就把腿给拉伤了 尤其膝盖内侧会产生一个内折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我不知道弹幕里面可能 屏幕前的客观老爷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内侧部分 没有做稳住双翻 导致自己实战空中打滑的 有的话 或者说有过种体验 或者对于有过种体验的话 可以在弹幕中交流一下 说说你自己穿的事情双鞋对吧 给大家防止踩雷 说整个外体的表现是要比EBA来的好的 耐磨的话 耐磨的发呢 我觉得跟老款没有特别多提升 但是相对来说会 怎么说呢 还是不能拿水平地吧 耐磨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的表现 整体就是刚性 还有它整个球鞋的鞋身的整个型 问题还是不错的 没有因为你的动作过大 产生非常尴尬的这种巨大的形变 这都没有 然后整体来说这双鞋 总的看起来还是一双性价比比较实在鞋 没有新鞋比特别突出 如果是同等价位的话 可能最近很多客人也在催根 对吧 其实综合下来看它 我觉得这双鞋在同等价位里面 你去选择 还不如选择Quizzy Boost 2016 甚至更早的鞋 毕竟Boost跟Bounce 其实是 阿里达是一个旗舰 对吧 一个是这种走性价比路线的 好了 那么这双鞋的 我的体验呢 到底也说了 不知道大家体验怎么样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去专门店试一下 好了 那么正片呢 到底就结束了 最后来个掐饭时间 对吧 大家知道看B站动态 包括我们关注的 比较密切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PHEW商店在 对吧 前几天上新了 我们全新的第三季产品 第三季产品 包含我们改版过的短袖 对吧 整个面料呢 包括我都做了一个升级 然后颜色呢 也加入了更多 对吧 适合这个夏天打球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同样也是面料升级 然后加入我们全新的 这个运动画 蓝网标 一个蓝网的图标 PHEW的一个短裤 然后版型 包括它的面料 都有一个升级 然后颜色也更多 大家可以去 对吧 有什么均绿色啊 早红色啊 像这个高级灰色 对吧 然后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一个 对吧 这一个小蓝板 然后背后呢 是我们的全新的slogan Size the moment 这个短袖 算是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 还有这个基础款的短袖 对吧 口袋短袖 然后上面 有一个小的设计亮点 就是它在口袋里面呢 会有一个feel 然后我们的标语 就是抓住这一刻 Size the moment 就是抓 进球的那一刻 或者你过人的那一刻 胜利的那一刻 都可以这么去理解 好 掐饭时间呢 就这么长 对吧 以防大家看厌了 就是掉粉时间 取关时间 对吧 开个玩笑 狗头保命 Probounce Madden 309呢 因为 也比较火爆 对吧 想要的朋友比较多 但是呢 我觉得它也没那么经验 所以说 我觉得可以在PHEW20商店 重新开启这个 一元起拍的活动 大家 现在 看节目的你 赶紧去淘宝店搜索店铺 PHEW20商店 我呢 会把这双 Probounce Madden 309 挂在店铺里面 一块钱起拍 就是 可能最后 你只需要两三百块钱 你就能把它拍卖回你家 就看 大家的参与度怎么样 就看 你的兴趣怎么样 同时呢 也可以点击一下搜索我们店铺 然后 加入购物所有的搜索项目宝贝 本期上去呢